台北市虎林街近期爆发了30例确诊 但迟了一个月后才公布 台大副产科医师施景中原本上网发文批评 说北市府先前不异调不狂烈 真的是荒腔走板 拿全台北市民做赌注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北市确实上传的异调资料是不多 对此下午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疫情记者会上直言 连知识分子都被名嘴带风向相信了假新闻 事后施景中也改口道歉了 他表示对于造成长官跟疫调的第一线人员困扰 真的很抱歉 柯文哲不得不开记者会亲自回应 台北虎林街一带累积30例确诊 台大医师施景中脸书发文批评 台北市在疫情爆发后 曾不疫调不狂烈 导致疫情持续延烧 柯市长不是说不需要中央协助吗 真的是荒腔走板 拿全台北市民当赌注 连医师陈昌宇也质疑 事靠医师自己打电话 联络家属筛检 才揪出古林街家户感染 这造什么精准疫调 我很少在上面留言 我说这个我们要谢谢你 愿意去多做一些 明嘴明代每天在那照谣 讲到最后连知识分子都会相信 一一回籍外界指教 柯文哲秀除数据 6月28号一发现 古林街出现时间地理位置 高度关联确诊 就成立专案 精准疫调比中央还严格 事情中也在联署道歉 对不起奏程长官跟疫调 第一线人员困扰 希望市长可以秉持承诺 用他的方法最快 但指挥官却给磕疲劳 疫调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那确实资料是不多 就怕市场疫情蔓延开 北市府7月5号起 要为全市市场摊商打疫苗 日记施打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人 有造策先打扩大超前部数 中正乱华区优先 然后曾经发生确诊案例的优先 大的优先 因为大的总是人多 但中正区一处社区 在传多人确诊 已进行成新热区 北市府周一将启动筛检 复制虎林街专案模式 进行PCR普筛 这诊数一下子 优先全台最多 如何控制疫情 柯文哲压力不小 只有黄烟灵反映台波动